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国际纽约时报 要看到的是这个经济跟环保 似乎永远站在对立面 欧盟整体经济成长放缓 现在让欧洲议会考虑要放弃 原先定好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努力了那么久是要放弃 当然让环保团体很生气 倒是大型企业因此松了一口气 反而看到经济出现曙光的契机了 好 我们刚才看到了第一夫人要过生日 不过反过来看欧巴马 他现在真的是忧心博士 尤其史诺登的爆料 说美国国安局每天收集全球各地 高达2亿多条的手机短信 受影响的还不止美国公民 来自英国卫报的报道就指出了 其中还包括了英国人民 英国境内用户的资讯也因此全都漏 好 因为监听也牵连到美国外交关系 而伊拉克这个时候 总理马里基要求美方提供更多的武器 美国方面也已经承诺 同时说要一起打击控股组织了 你看到这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好 这是今天的独头条看世界